德国大师赛决赛名单揭晓 中国双星会师决赛 老将艾伦累撒赛场 2021-2022赛季的斯诺克职业联赛继续进行 北京时间2022年1月30日 斯诺克德国大师赛 迎来了半决赛的争夺 本次半决赛的上下半区 一共有两名中国球员出战 上半区赵新彤对阵里奇沃顿 下半区严炳涛和马克 艾伦胜利会师 赵新彤实力还有排名 都是遥遥领先沃顿 赵新彤目前世界排名和单赛季的排名 都是明显甩开沃顿一个档次 如今再次出发 赵新彤也是期待能在德国大师赛生涯 第二次打进决赛 赵新彤这次德国大师赛 先后淘汰马克威廉姆斯 还有特隆乌弗两位世界排名前16的球员 而沃顿前三轮比赛 场场都是硬仗 沃顿先后三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6的球员 都是顺利过关 先后击败了尼尔·罗伯逊 布雷切尔还有凯伦威尔逊三大名将 沃顿堪称是这次德国大师赛的大黑马 此前沃顿更是对阵赵新彤一胜难求 然而一上来的开局阶段 确实给赵新彤带来很大麻烦 赵新彤前四局比赛 手感并不是很好 赵新彤开局0比2落后 几次失误更不应该 随后上半场休息后 赵新彤带着1比3进入局间休息 休息以后赵新彤也是开始调整自己 在下半场沃顿手感下滑 赵新彤抓住几次反超机会 最终是6比3拿下胜利 1比3过后上演了连赢5局的画面 在两个人3比3以后 沃顿最后的三局比赛心态失衡 总是急于求成 然而却仅仅是有10分入仗 最终沃顿遭到赵新彤的淘汰 上下半场判若两人 沃顿无缘连续4场比赛 击败世界排名前16的球员 沃顿只不4强无缘争冠 不过4强已经是沃顿在本赛季的最佳战绩 沃顿赛后心有不甘 遭遇逆转 心中也是5位杂陈 沃顿对赵新彤冲冠前景 还是十分看好 马克 艾伦和严炳涛的下半区 半决赛对决 也是打的一波三折 前三局比赛和上半区的半决赛如出一折 马克 艾伦取得3比1的领先 不过随后的三局比赛 严炳涛连下三成 看到逆转的曙光 随后尽管是马克 艾伦扳回一城 3比5 随后马克 艾伦再次打出高水平发挥 又一次破镜比分 不过最终严炳涛还是成功淘汰马克 艾伦 和赵新彤成功会师到了决赛 斯诺克职业联赛决赛 将上演第四次中国得比 马克 艾伦这场比赛 也是被严炳涛的防守打得有些着急 赛后艾伦也是累撒赛场 赛前写